各位同學晚安 看我這個樣子好像凱達組織的首腦 今天提早一點10點鐘 我們就來做今天的小單元 Jack Wilsch的Winnett 非常精彩的 第六個問題要問到了 所以絕對不能錯過 第六個問題跟第七個 最後一個問題是附送的 這個 他被問到了 Jack Wilsch在一次演講當中被一個 保險的高階女 經理人問到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希望能夠一併把他看完 那如果來不及也可以至少要講一個問題 一到兩個問題 那今天也不錯蠻精彩的 我的流量突然大震害我嚇一跳 突然跑到118了 118 有一個法則可以供你參考 昨天 昨天我的這個軍事領導人才必備素養的單元 講 Colin Powell 的這個 Leadership Secret 結果我以為是 電腦 網路被駭客攻擊 結果不是 是因為有同學討論一個問題 我在這個單元裡面講的一個有關台大的問題 我是 插科打混 製造效果 有效 馬上瀏覽人數 當然人數不是很多是瀏覽的 進來留言的人很多 那當然用這種 打秋風的方式 去 秤這種瀏覽率當然不太好了 因為如果裡面只是 想隨便亂炒熱一個話題 那個是YouTube常用的手法 我不喜歡這樣子 我希望 同學進來趁熱度 幫我趁熱度 這個 買管爺的面子 趁熱度 是很好 但我通常會過濾一下 裡面有沒有值得探討的議題 我後來看了半天還是有啦 那這個D5 要管中美醫院是跟你請教你該不會認為你可以教柯文哲葉克摩吧 那英文跟葉克摩沒有關聯啦 那我講的是英文這一塊 那 小柯 他的英文如果覺得需要強化 我們的市長 我也可以鋼胸鋼鼓啦 這樣子他應該 英文好跟不好應該不會對 對他日後的 政治生涯的這種 發展有什麼太大影響 因為他高度已經到了市長的位置 台北市長 那管爺下了 任期到了下了 台大校長 需不需要用到英文 我不知道 那如果 管院士覺得說我的英文太 用這種很簡單的 當然我相信這個D5不是管爺啦 他應該是路人啦 跑來 湊熱鬧的 如果覺得這本 太簡單了 可以兩本一起來 這本 這本也是紐約時報第一名 這本是國際暢銷書排行第一名 這本為什麼要拿出來因為這本裡面有牽涉到一些文學 我覺得不錯 比較接近書箱氣息一點我也蠻喜歡的 那這本書長期用來做一個實拍國中我的學生的小朋友 美商公司的學生的 小朋友他上了蠻長一段時間就這個課我相信管爺應該 用念力就可以直接 三天就看完了啦 我就加碼一下因為是院士嘛院士比較德高望重 這兩本好了 好這樣 管爺你就利用放假的時間或是你 無聊的時間把這兩本看看我們來PK啦 或是你要跟我實拍國中的 現在 現在升高中了 小朋友PK也可以 同學不要小看這種書最難的都是這種書 原因是因為他有文化層面的問題 有美國南方跟北方不同 還有個別行業 還有生活經驗的很多問題他不單純是語言 所以 這兩本書事實上難度都比 中研院院士看了一些死人骨頭的 那種 千篇一律 用機器人都可以寫出來的那種期刊論文的文章 那種我看很多了上千篇 全國紀錄保持的應該有 我不是看我是幫忙改 館員需要港雄火鍋也可以來找我啦 你們需要KPI值 那種也可以來找我啦反正你都要找人吧 這樣子 我可以給你特價 看一下這個五 18個小時可能我還沒起床 裡面有一些對話的串 屬於那種 就是大家在那邊那個叫做 他吹購 的我就不講但是裡面有教育液涵的我單獨跳出來講 表示說這個吳同學 D吳 他很認真的留言 表示我也必須要認真的對待 但如果純粹胡鬧的 那種 罵髒話的 違反網路的 裡面相當規定我就會 刪除或是回報 或是不理喔這樣子這個看起來他很認真在寫啦我就稍微回應一下 好這個D吳同學我不知道是誰有可能是路人甲但 有應該不會跟台大有關聯啦 希望不要啦如果跟台大有關聯就慘了因為 如果是路人甲我們可能會認為他不懂英文 如果真的是台大相關 英文右手的 人 的老師那就完了 我希望不是 看了一下台大 外語研究所入學考試覺得台大這些校售的水準沒有你說的那麼糟 表示很糟啦 沒有我講的那麼糟 但是你不能拿你的水準跟我的水準看 畢竟我 對於某一些專業人士的要求會比較 抱持的看法會比較齒平一點 那一般人可能一看到台大就被嚇到了 這樣子 事實上 我教的學生當中台大排名的 算比較低啦我講過我全美語教學教過東大的教過 找稻田的都有啦 那這裡面當中還有台大的教職員有退休的教授都有我上全美語課的 所以為什麼我講說我對台大很熟 原因在這裡 而且你會發現退休的教授那個老教授 他的桃李滿天下那個 最有禮貌 上課最守時 上課最認真 都是這些退休的老教授 這樣子 而且我還記得那個教授每次來上課 他絕對不會 遲到早醉也絕對不會請假 他連在 請假都要先跟我講一下說他要到加拿大看到女兒所以會有兩個禮拜不在 還先跟我報備 這種精神我覺得是管爺要學的啦 那個老教授現在如果還在的話應該都八幾歲了 比管爺大了 那是我的學生啦 過節 還去 像耶誕節這一種 他還傳簡訊祝我耶誕節快樂 他從加拿大看他女兒回來還從加拿大帶加拿大的土產 小東西 上課的時候帶給我 這個是台大的退休教授 管爺你們這些人要學一學人家的求學精神 這樣子所以我才講說 我對台大 熟悉的程度 可能比你們這些人都要熟 原因在這裡因為我學生太多了 教職員在台大裡面的也有很多 是這個原因 所以沒有那麼糟表示還是很糟 只是糟的程度不同 與其你一直在這邊常常要三秒KO 這是我口頭禪啦 也許不到三秒 一秒也不一定 倒不如考他們的研究所 如果能到口試階段自然有機會PK他們 那我是不需要去考他們的研究所啦 因為 畢竟 我已經研究所畢業了 第二個 考研究所 他的 這個 以目前來講 他的 呃 招或不招他有自己 裡面的一些行規 不是每個人去報都可以招到 這樣子 這個 就跟軍中要升誰不一定 不是看你表現最好考最高分就升籤 他有很多很多的門檻 這種事我也考很多了 那如果叫這些 台大的教授來考我 出的考試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及格 哈哈 一樣的道理嘛 這樣子 作而言不如其而行考個是證明自己的實力 當然你會說考試無法表現出你英文功力就像你一直提不出你的托福雅思成績一樣不屑 不願不敢都有 我接受但這種話最好是有雅思 九分 托福GRE滿分的來講會比較有 有說服力 他又給了一些連結啦 但是我的學生有很多是雅思滿分托福滿分都有啦 很多學生我不願意考的原因是因為我這把年紀了還去考 那種比較 沒有 創造力的東西我不喜歡因為 呃在我 長期的大升級呼嚇已經連 哈佛大學都已經取消了所謂的 Standardized Test 這是在我大升級呼之下 連哈佛大學這種 屬於比較高等的學府世界頂階學府他都認為這種紙筆測驗 所謂紙筆測驗電腦測驗的意思 那個叫Standardized Test 不管你是用筆圖圈圈還是他用電腦閱卷還是你直接用電腦做打都算 因為他設計的是一個量化的表格 這樣子 他不能夠測驗出實力來所以 考得很高分區的對 頂階學府來講都是亞洲去的人很違背很會 反射動作但是表現都不怎麼好 好 那當然這位同學表示他很懂 GRE 很懂托福 很懂亞斯 那亞斯我不知道 我先回答他這個問題表示他很懂 那他就應該知道 屬於 ETS 美國這個系統的 教育訓練催念中心 他所有出的考試只要有 升論題 就是我們講的 Asset Question 他的閱卷人都叫Reader 不管你是托福 不管你是 SAT 不管你是 大學入學的測驗 好像叫 ACT還是什麼的 美國大學入學測驗 這一系列的類似的考試 一直到 GRE到 他講的GRE到 GMAT 的 Asset Question的閱卷人都叫Reader 所以他既然考了那麼多次也應該知道就叫Reader 那他有強調說 那個GRE的也對 GRE的我認為在這個地方不適用 因為GRE的當然也可以當打分數的人 但是他提供的 我看一下 他提供的GRE的可以當 Asset Question的 測驗的多半是理工的 不是在我們講的文學這個領域範圍 屬於 非文學的屬於自然 科系的這個因為他們的寫多半都是寫數據 量化分析統計的這種 所以文字的部分比較 表現呈現方式比較比較不像 文本屬於人文科學這個部分要求的那麼精緻 所以他們的 改考卷可以叫做 你懂的話就知道可以叫Reader勉強 可以不是文科文科的一般來講我剛剛舉了那麼多例子 從美國大學入學測驗 到 托福到GRE到GMAT 只要你是Asset Question的閱卷人都是Reader 有時候會到三個 那有時候他會特別告訴你叫HumanReaders 因為 他有時候是用電腦去改你的考卷 那個是程式AI在改 所以他有時候 細到那個簡章會告訴你是HumanReaders 表示我是真人閱卷 我不是用 我不是用一套軟體在閱卷是這樣子 有時候會到三個人 兩個人閱完打的成績不一樣還會有一個 主審裁判之類的 再看一下你的成績 所以你既然 考過GRE考過托福 的滿分你就應該知道他的Asset Question是Reader 是Reader不是Grader 所以他講你選的不錯但沒有比較好另外 Grader沒有錯不需要改 這個地方因為是外文系 外文就說 你不改事實上也看得懂 但是Grader一般來講是改 成績分數的 跟我們一般的認知不太一樣但你改跟不改 對我來講我也不會怎麼樣 這樣子 那這個我有另外寫了一篇文章同學有興趣來看 這個是國立台灣大學他給我的連結我就好奇去看了一下確實是滿江紅 這個碩士班招生的試題 美國文學史 我們先不要看他考什麼他的 instruction就錯的一塌糊塗 這個有中文的 元素多於英文的元素 所以我幫他改 他這邊講說 我講 asset question 那個asset exams的月券人 我們通常叫readers 以文科的來講 理工科不管 不是文科的你高興怎麼叫就可以怎麼叫 或是說你在做一個研究報告 你在你寫的是研究報告 你自己有去定義 我這篇研究報告裡面整篇裡面 改asset question 叫什麼 那就是什麼 我們不去考慮研究報告裡面另外定義的東西 也不考慮非 人文科系的其他系所他自己 學校裡面怎麼去規定 他的定義那是個別的問題我講統稱 我們對於 屬於深論題 我們講深論題其實那個英文叫asset question我不知道翻成什麼 他就是叫reader而且還特別著名是human reader 有別於所謂的 機器的 這種AI的reader 顧名思義reader就是仔細去讀你寫的東西的人然後給分數 那grader一般就是打成績的人不管你打什麼成績就是給你九十幾一百還是說 A加B加那種那個叫grader 所以在這邊用 reader是比較能夠符合絕大多數人的認知不會看錯 否則我看到graders我會認為你在出 選擇題 我會跳走這樣子 因為選擇題的計分不需要讀內容只要看你答案對不對就好 所以他會對 考生造成一些困擾 那除非我們考試都是直接做考古題根本連這些東西都不看 所以就直接作答因為已經考古題弄好所以考上的學生都是背出來的 那像我這種我會仔細去看 包含我念書的時候你的syllabus你老師裡面有特別要求什麼 我們一拿到一定是仔細的看有問題問老師 說這樣的規定每個老師規定的 要求的標準都不一樣這個相當於是一個開學的時候的一個syllabus 我不會騙你 喬治人大學我不會騙 那我裡面有幫他改就是 我一次性的解答我不想一直這樣無止盡的去弄 再看一個他有提出來的一個write in separate paragraphs 這個是很有問題的 帶有中式英文的色彩在裡面因為 paragraph本來就是 分開的 段落既然是段落表示是一段一段分開所以你不必再加separate 這應該是中文的概念跑進去 而且我們通常講 除非你要要求他寫一個小論文 那那個那個時間會很長 他就至少要有三段到五段 那以我們國內我不知道因為他沒有給時間我不知道他這個 兩道題 是不是要用真的用 essay的方式呈現 那就最少要有三段 一個是introduction 一個是man body 最後會conclusion 呃我們一般看到這種考題都不會叫你寫成這個樣子 因為時間會不夠 你有字數上面也來不及的限制 所以你不需要去講說 in separate programs 我會建議你真我我誤認為說 他是要叫學生 看他這樣寫造成我很大的困擾我如果是考生我真的看完我就走就不寫了 那他這邊有特別講 他有在辯解一些東西啦 他講你可能有誤解 考官的意思不同題目分開寫大家都知道 但有人可能只會用一大論文字來寫一個問題 所以考官好心提醒不用提醒啦 因為你英文寫的是 separate 那個是多出來的 會讓人家覺得 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應該是中文的概念 段落本來就是分開的 所以我會建議講說 簡單一點 write in well composed paragraphs for each question 好這樣子就會會比較好一點 怎麼會write in separate paragraphs 這就會有疑惑了因為段落本來就是separate 本來就是分開的一段兩段三段 你突然加那個我就會看錯我幫他改成 answer each question in a separate paragraph 就是說 你不要把兩題的答案全部擠在 同一個 像同一個欄位的意思啦 同一坨裡面 你要把它分成兩個 段落來寫 所以 通常我們回答一個 asset question 就是一個段落 除非你要註明他是一個 street paragraph esset answer 那你要註明 這邊都沒有註明 所以這是一個很粗糙 很不負責任 很中文的一個 英文 裡面很多東西我沒有仔細看啦 我自己看的頭都蠻痛的 所以我稍微改了一下 其他的內容我就不多講 這兩個是有同學提出來的 好像那個 manage your time wisely and accordently 這個真的這兩個副詞我真是看不太懂 他其實就是budget your time 然後時間又不給 他怎麼計分講的聚細米 事實上兩題就一題五十分 時間多少不給 這個是整個一個有問題 所以我們才講說 你有沒有把學生當學生看 你有沒有站在 考生的角度去看你的試題要怎麼出 這個叫人本 你們學了一大堆文本人本人文科學東西 你完全沒有人本的概念 我們讀Jack Welch 他講你永遠要 站在消費者的角度看事情 這是他一個value 當中要求的一件事情 你永遠要站在消費者的立場來看你推出的 所有的 service 學校也是一個盈利事業嘛 難道台大你不收學費嗎 你把那個死人骨頭的東西 搞的 題目 搞的 很奇怪 但是呢 你完全沒有把考生當人看 你就稀里糊路寫了一堆中式英文看又看不懂 把它放在 那個Introductions 裡面 你既然提供給我 我就仔細看 裡面一大堆問題 這樣子 中式英文的問題也有 我覺得很多句子都要改掉了 像這個 Don't have to title your assets 這個Title是動詞 Also很很少接複數 前面是複數的概念 這邊有avoid 這邊Title是名詞 我覺得這種接法都不好 我都很想把全部改掉 好這個我就講完了 我希望做一次性的解答 但是 信 你就信我 我講的不對的你就當垃圾 跟以往我的一貫的論調是一樣的 你就不要來看 那我這個 寫的針對的 對象也不是 所有的人 我針對一些 比較固定的同學 因為我的瀏覽率本來就不高 也不會造成台大的困擾 我會不會把它列印出來去貼到台大校門口 不會 我就是純粹做我自己 我的固定的幾個 上來看的 喜歡看的 學生願意學的就這一點人 那你既然要跑上來繳貨 我講過英文是一個很專業的東西你搞錯一個地方會後面全部都錯啊像這個Grader 你說沒錯其實有錯啦你前面既然講你GIE托福都 要搞很高分你都很厲害 托福跟GIE的簡章你去看一看他到底是講Reader還是Grader啊對於這種Asset Question 那這邊這個Grader可以被跟Rater RATR可以被用在理工科系裡面都可以研究報告 我研究大家怎麼去 評 這樣的一個考試 公不公平 這種屬於研究報告你高興怎麼叫就怎麼叫因為你只要在你的 研究報告裡面特別去定義你所叫的那個名稱就可以了 這個不能拿來當通例啦喔這樣我個人認為還是Reader 提供參考啦如果你認為Grader沒錯你就用Grader我也不會怎麼樣 那這個 這個不需要分開寫這個分開寫不是separate paragraph這個這個整個是中文啦這個搞錯了 那其他的就是同學跟他的互動 看一看就好 有不同的同學跟他的互動 所以才能把我的瀏覽率 充得那麼高 那我也把比較有教育意涵的拿出來講第一個就是 Grader跟 Reader之間的差異 我做一個總結就是以我個人的觀念來講 只要是深論題文科的多半是Reader 理工科的不知道 可以用Grader可以用Rater 理工方面的讀的東西因為裡面會有圖表 會叫你去深論 一個 一個Pychart或是一個 干特圖表之類的東西 或是線型圖 或是矩陣 好讓你去分析 之間的差異那個就屬於量化性質的東西你可以叫 Grader 文本的東西全部是文字 所以就是叫Reader 一個字一個字讀 不可 尤其是外文系的東西 希望有滿足同學的 這種 求知欲啦我相信他進來留言也是為了 想知道一些東西我也讓他都知道我做一次性的解答 那 我相信這也不是台大的啦因為台大也不 不會 無聊到我這邊我這邊沒有台大的學生啊我教的學生 回早稻田的回早稻田 回加拿大回加拿大 那這個 既然已經炒熱氣憤了我就來打輸一下這兩本書 這本我已經看完了而且當教材交了一段時間 就推薦給同學 如果你具備 台大外文研究所 的水準應該可以看這兩本 有機會看得懂 這樣子 他不是 像同學想的那個鹹酥那麼簡單看 這樣子 也推薦拐爺啦拐爺如果 我剛剛前面那是開玩笑的 如果你 覺得 閒來無事 想 增加一點閱讀能力 讀這兩本我推薦你 一本是 Carminal Islands 我前面有大力推薦過一個是我現在正在讀的 The Whistler 他不是鹹酥 他會 你看得懂十篇研究報告 死人骨頭的研究報告不見得看得懂裡面一個chapter 我先 先提醒大家 好這樣子 因為所有 研究報告你是同個領域的千篇一律 都不會變 數據變一變 所有的講法錯了也一樣從頭錯到尾 我常看到錯了 從頭錯到尾 然後亂寫一通 跟機器人亂拼亂湊 這樣弄去充KPI值 那個已經快接近事務性行銷了亂搞一通 那個跟這個不能比 其他的同學自己看 這個跟葉克膜沒有關係 我從頭到尾在講英文 那院士有沒有英文比較好不會 好看一下我花的時間26分鐘剛好 我趕快來講一下 第6 前面已經講了就是說我們剪接一下前面 Jackwell講說他在28歲的時候當一個 部門終於當到一個部門的小部門的主管他可以去 去聘用從外面找人到他 那部門裡面 當經理人 各個不同的 這種專業領域裡面來當經理人他犯了一個錯誤就是 因為年輕找了一個立刻就能上手的但是 是四年之後都走光了原因是因為不能跟 不能夠跟著公司成長 所以 他希望 以後有 用人的時候能夠盡量朝 他找的人是能夠隨著公司成長的 這一類的人 而不是立即就能上手但是沒有成長的空間 第6個問題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know if you've hired right 你如果顧了人之後 大概要多久 你才會發現 我真的 顧錯人了 我要進入另一個階段 重新找人的那個換人階段 你要多久 通常多久 你才會知道 有沒有一些 可以參考的 脈絡可循 這樣子 這也是一個蠻好的問題 Usually within a year and certainly within two it is pretty clear if someone is getting the result you'd hope for 他講通常一年以內你就會發現 但你要很確定 兩年 你就非常確定 那 為什麼通常你顧了一個人之後你要給他一到兩年的時間 去看到 他有沒有達標 你當初設定的目標他達到沒有 一年到兩年通常可以很明確的看出來他到底達標還是沒有達標 好這樣子 很容易看出來 相對性來講 相對於另外兩個一 很容易看出來很容易發現沒達標 哪一個呢 一個是缺乏 正能量 叫lack of energy 你看就知道每天 仇雲產物 印堂發黑 這一種 一看就感覺 很富 然後呢 缺乏 執行力 什麼東西呢 都是懸而不決 開會會而不易 意而不決 決而不定 定而不動 這樣子 所以你預期的這個 你僱用的人 他缺乏了正能量跟缺乏執行力 你很容易看出來 但是呢 給別人正能量去鼓勵別人 意思就是說我是鬼見仇 也許我樣子長得不好看 但我不見得我就不能去 給別人正能量 這個要觀察 時間要長一點 還有呢他有沒有當機立斷的這個Edge 這個也需要一點時間啦 去看 他到了一個新的工作環境裡面 可能要較長的時間才能 看得出來 發覺得出來這個人能不能給別人正能量 那個叫做 Energize People Around You 或者是說他有Edge 這種叫做 呃 要能夠決定 這種 Top call 這樣子 People want to feed them before they start rousing the team to a cause or making the top cause 這是我講的 Making the top cause 為什麼呢 你要鼓勵別人 要能夠成為一個 打強心針的人讓你的團隊裡面每個人都振奮起來 那個叫做 人們 一定會先到他的位置上 先熟悉一下環境 才能開始去做激勵團隊的動作 他如果連環境都不熟悉 連他自己本身的工作都不熟悉 他怎麼去激勵他的部署 所以這需要一點時間合理 他先到位 先就任 花了一點時間熟悉了他的工作場域跟工作環境 然後才能開始 找到理由 找到正當性 來鼓勵 整個團隊 這樣子 而且呢 遇到 危機的時候或是遇到 困難的時候他可以當機立斷 這個要一段時間合理 But as I said Within two years at the most if an employee is still falling short of your expectations it is time to admit your mistake and start the process of moving the person out 他說如同我前面所講的 最多兩年 如果兩年之內 你僱用的一個人仍然 沒有辦法達到你的期望值 你的預期 你就必須承認錯誤 就是說這次僱用 我 做得不好 我僱錯人了 這是我的錯 然後開始啟動 另外一個機制 換人的機制 就要請這個人離開 找新的人進來 這個機制在兩年你確認就要啟動 不能懸為不絕 If you have been doing your job and giving honest evaluations along the way the employee shouldn't be surprised and an equitable Severance package will likewise suffen the blow 他講說如果你平常就有在 認真的做你該做的考核工作 你都沒有偷懶 而且呢 很誠實的 很透明很公開很公平的 去 在他的工作兩年期間 去做考核 裡面完全沒有 胡說八道亂講 加油添醋 個人偏見都沒有 那 你當你跟他講他不達標 他必須離開的時候 他不會感到驚訝 他確實自己做不好 他不會怪你也不會有怨對 這個跟老邱不一樣 老邱在那邊胡搞瞎搞 我相信他的負能量來自於 他在那邊亂搞一通 砍批了很多人 造成了負能量 全部跑到他身上 這樣子 他就是平常沒有做 該做的考核工作 然後亂考核 親信 特別給黛玉開後門 這個工作能力很強但是不是我自己人 我就給你百般的阻撓 逼退 這個跟老蔣當初在大陸打敗仗一模一樣 這樣子 竹帆不及被宰 孫立仁 我講了很多可以打勝仗的 白沖熙 西北軍裡面很多的人跑去賣牛肉麵 孫連仲 龐炳勳 跑到中山樓賣刀削牛肉麵 多的不得了 那以一般私人企業來講的話 你很誠實的跟他講說你沒有達標 而且把所有的考核都攤給他看 你是一個公開公正正向的 一個主管他會接受啦 這個東西騙不了人嘛 然後呢 你 要減少衝擊的話因為你叫他走路他勢必離開這個工作 會有待業期 會有轉業上的銜接沒有薪水的問題 所以 你要衝擊 你要減少這樣的衝擊你必須給他一個公平合理的 資遣 離職的一個 package 通常經理人都有一個package 很豐厚的package 去減緩他的損失 他會 很 高興的 很 心懷感激的 離開這家公司 因為他會想 我確實沒有達標 我自己也知道 我利有未待但是 老闆請我走路之前還給我那麼豐厚的 這種 離職的 補貼 津貼 離職金等等 那個叫做 severance package 所以就不會有 透一陣 這樣子 Hiring right is hard I say as a young manager I pick the right people About 50% of the time 30 years later I had improved To about 80% 他講說你要顧到好的人 整個顧用過程當中 不會跟射飛鏢一樣亂射 結果請神容易送神難 找來了牛鬼蛇神給自己 反而等於是 自己請鬼拿藥單 這個 雇用工作你要雇對人本來就很難 那個要經驗 所以 他 自己承認 他在年輕的時候 當年輕的主管經理人的時候 他的命中率只有50% 就是 如果以100個人來看的話 有50個人是找對了 有50個人找錯了 命中率只有50% 隨著經驗的成長30年之後 他的 顧到對的人的這個比例 就上升到80% 只有20%的人顧錯了 80%的人 是對的 這是經驗累積 我的意思是 Don't beat yourself up if you get hiring wrong some of the time especially when you're starting out 他說我的重點 講了那麼多就是不要責備自己 你如果 顧錯人了 偶爾 有時候不是每一次 有時候難免 你判斷錯誤 顧錯人了 不要自己責備自己 那樣不會 對任何事情有任何幫助 尤其是你正要 向前衝的時候 你正要起步的時候 你的公司正要 往前邁進的時候 你顧錯人了 你自暴自欺 自己怪自己 每天 在那邊垂心肝 沒有用 不需要 狀況隨時在改變 人也在改變 你自己也在改變 這三個都是變數 變因變來變去 所以你也不要太責怪自己 因為也許環境的變化 需要你 雇用這個錯的人去做一些 他擅長的事情 也不一定 這樣子 But just remember Every hiring mistake is yours You have to fix it Not an HR person You call in To do your dirty work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make sure The ending is candid And fair 他講說 沒有錯 你不能自己責怪自己 不要自我苛責 太強烈 事情還是要過 日子還是要過 但是千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每一次 雇用 人員 的錯誤 都要你自己來承擔 因為你是 最後決定 負成敗之責的人 你不要賴給別人 You have to fix it Not an HR person You call in to do your dirty work 意思就是說 你要面對 你顧錯人了 你要請他走路 這個問題你要自己面對 你不能叫你的 人資部門的人員來幫你做 幫你 處理善後 幫你收爛攤子 不行 你要獨自面對 因為一旦你不獨自面對 可能 人心惶惶 你也學不到教訓 一定要親自面對 不能 赖給 人資部門的人來幫你擦屁股 不行 你要負責任 而且確保 這個取忠仁善 天下沒有不善的言行 這種 職場的 分分合合 雇用 離開 常見 所以你必須要 確保這種 結束 這個人在這邊工作的結束 你請他走 是 坦誠的公平的 他沒有怨對 你不能像老邱一樣在那邊耍花一樣 搞得每個被他 逼走的人心中都垂有怨恨 這個怨恨的力量聚集起來就造成他的負能量 這樣子 好40分鐘 我看一下 好算賣個關子好了 不要撐太久這個 我們 好戲脫棚一下 Wallace 他最後講說 6個問題解答完了 最後一個 最棒的問題留在最後 讓大家能夠 有一種 期盼的心理看到最後 他講 4L San Diego 就是他一開始講的 有一個 他演講的時候有一個 San Diego來的 保險經理人 提出了一個問題 你到底要問什麼樣的一個問題就可以拍板定案 確定說我就是要這個人 有沒有這樣的一種問題 What is the one thing you should ask in an interview to help you decide whom to hire 就是這個問題 有沒有單一的一個問題你應該要問的 在面試的時候 就可以幫你決定 哪個是你要的人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賣個關子 下一集我們再來講 如果 然後 我們就把今天這一頁很圓滿的 來朗讀一遍 這個Stason的綠茶確實不錯 第一個便宜 第二個味道 蠻不錯這個 這個棉線也蠻長的 這樣不會掉在半空中 這次數字幕 這次數字幕 if you apply it right. Usually within a year and certainly within two, it is pretty clear if someone is getting the results you'd hope for. It's relatively easy to notice when a person lacks the energy and execution you anticipated. But the ability to energize and the ability and the capacity for edge sometimes take longer to show up in a new environment. People want to fit in before they start rousing the team to a cause or making the tough cause. But as I said, within two years at the most, if an employee is still falling short of your expectations, it is time to admit your mistake and start the process of moving the people, the person out. If you have been doing your job and given honest evaluations along the way, the employee shouldn't be surprised and an equitable severance package will likewise soften the blow. Hiring right is hard. I say as a young manager, I picked the right people about 50% of the time. 30 years later, I had improved to about 80%. My point is, don't beat yourself up if you get hiring wrong some of the time, especially when you're starting out. Situations change, people change, you change. But just remember, every hiring mistake is yours. You have to fix it, not an HR person. You call them to do your dirty work.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make sure the ending is candid and fair. Now for our San Diego questions. What is the one thing you should ask in an interview to help you decide whom to hire? no matter what I am told. Okay, we will say 15 seconds 结束之前也非常感谢同学 愿意在我的小单元里面留言 一方面可以增加人气 不会太死气沉沉 因为有时候也蛮抱歉的 同学固定进来的同学 看一看里面门可罗雀 他自己看了也想睡觉 所以偶尔上来增加一点人气也不错 那我相信我今天也解答完同学的问题 最后有关于这个grader 跟reader之间的差异 我做了很详细的解释 第二个是那个separate paragraphs 因为段落本来就是分开的 才叫paragraph 所以你一提 以我个人的经验 特别参考 我在美国做了那么多很难很难的 那个不叫asset question 那基本上写完就是一本 他的答案卷是一本书 那种车印券同学不知道有写过没有 答案卷给你 测验券给你 答案卷是一本空白的 像我们讲的笔记本一样的东西 你把那个题目写完 大概那一本就写完了 那个是真的在写asset 这样子 所以我会建议说 类似这种两题的 这种asset question 50分50分的比重 时间要告诉大家 他才能够拿捏说 我的段落要写多长 我要写一段就写完 还是我要写成三段 还是我要写成五段 那你最好把时间的分配 像我刚刚讲的那个budget your time 写在后面 那段落我建议由学生自己来决定 一个asset question要用几个段落来写 如果他很会写 他可能会决定用三段来写 那个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的规模篇幅小的一个asset 三段 那如果说他不是那么会写 你让他写一段也可以 这个是依照时间跟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铺陈的方式 他要怎么去elaborate on 他的这个ideas 你由他去决定 make your own decision how you will elaborate on your idea of this question 应该稍微说明一下 然后呢 或是说 你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他说 他想用什么方式去说明 由他个人来决定 你不要限制他一定要写几段 这也是一种方式 提供同学参考 要不然你就必须讲 answer the question in a two 或是 three in a three paragraph form 这样子 或是说 直接律定 this is a three paragraph essay 这是一个三个段落 三个段落 three paragraph three 然后后面一个连字号 paragraph 然后写一个asset question this is a three paragraph asset question 人家就知道 我要写成三段来回答 你可以自由去调整 但你刚刚写的那个 我觉得我是考生 我会有点看不懂 提供同学做个参考 那如果讲的不好 同学就当垃圾就丢一边就好了 好这样子 好 这个 相信我也回答完了 118个浏览人数 已经把 军事小单元的 重点整个 这个叫 歪楼还是什么 歪到台大去 我的重点是要讲军方 因为军事嘛 好这样子 好结束前我们再刚胸吼一下啊 9月份听说 台北市会正常的开学 而且可能会实体课程跟 网路课程啊 并交互并用 那如果9月份开学之后 我也欢迎 呃这个我讲的大天母地区的 国小国中 甚至到大学 有需要这种阅读课程 我刚刚跟管爷是开玩笑的啦 不是真的啦 我这个是要利用这个机会 介绍给同学 同学有需要 类似这种 这种John Gresham 的阅读 或是你自己有书要阅读的 我们可以用人文素养课 来带着大家导读 用念的 用解释的 用讲解文法的内容都可以啊 这样子 那这个很普及啦 你不需要是中研院院士 或是台大英文研究所 才能看得懂啊 在我的导读之下 人人都可以看得懂 好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同学 呃我们明天 可能会试状况回到 呃 今天礼拜一 明天那就应该是 Colin Powell 或者是我跳回Charlie Mike 也可以啊 因为现在少了一本 可以 呃 替代The Catcher in the Ride的书 我或是说 换一种方式就是说 把类似这样的书 抽里面的比较好的内容来 带大家导读讲一讲 不要全部讲 因为这本很厚 全部讲完可能 哦天都亮了 哦这样子 也可以 直到我们确定出一本很不错 可以替代 The Catcher in the Ride的书的话 我再接续来讲 同学也可以帮忙想一想啦 哦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同学晚安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好